我們如果受持波爾波羅蜜的話 可以得到種種功德 哪幾種功德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個 磨不能得辯 就是我們好好修學波爾波羅蜜的時候 磨沒辦法乘虛而入 我們修學希望有磨來干擾嗎 我們當然不希望有磨來干擾 希望我們修學能夠非常順利 那怎麼樣能夠不得磨的干擾 就是要自行波爾波羅蜜 要教別人行波爾波羅蜜 不離薩波羅心 要不離菩提心 要知道諸法不可得 就知道諸法空 另外人非人等也不能夠干擾他 那不受人或者是夜叉 惡鬼 種種這些非人來干擾 應該怎麼辦呢 就是以無所得來修事無量心 那也就是說 除了修慈悲喜者之外 也要修波爾 第三 忠不恨死 就是不會意外而亡 那應該怎麼做呢 就是有波爾波羅蜜相應 平等來布施一切眾生 第四 諸天 有發無上不離心的人 的諸天人 那 現在有因緣 來聽聞 受此波羅的時候 應當要更加的專心 受此聽聞 正義念 那諸天都這麼樣的 來修學波爾波羅蜜 那何況是一般的人呢 也更應該來修學波羅 那同樣的 在這一段在表達說 這個三男子三女人 如果好好修學波羅的話 那諸天也會來擁護 第五 行波羅的功德 就是不管他是在 空設 或者是空曠的原野 或者有人住的地方 他都不會有所部位 因為他以無所得 而明十八空的緣故 好